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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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给大家说两个绕口令 第一个名字叫妈妈骑马 妈妈骑马 马们 妈妈妈妈 妞妞轰妞 妞妞 妞妞拧妞 第二个绕口令的名字叫《铁板钉钉》 铁板钉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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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钉铁钉钉铁板铁钉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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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钉� 两个绕口令 大家好,我是子孙 欢迎收听下图中文电查的我是小主播节目 我的第一个绕口令叫 妈妈骑马 妈妈骑马 妈妈骑马马 妈妈骑马 牛女红牛 牛牛牛女女牛 老老喝老老 我第二个是一个小栏目 一个海底火山的栏目 我选了海底火山 因为我听了一个关于海底的故事 然后我就觉得海底火山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要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可能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的 其实为什么要海底火山呀 水不会就会把它扑灭吗 其实海底火山在石头下面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水不能倒 然后把它扑灭 所以它就能就是更硕 然后呢 它就是爆发的时候 它往上太快了 然后呢它也太热了 然后那就是什么产生一个海底火山爆发 第二个就是 你要是想要找到海底火山 你最要去哪儿找呀 呃所以呢 你最好去太平洋 呃就是呢 太平洋那儿 呃就是你看那些 就是 陆地旁边 呃还有水路旁边 呃就是呃有一个嘴朝天的小字U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就能要是找到那那里面有452个火山你能探险 然后呢那里就是第一个最大的第二个你最呃人快乐不会觉得可是你其实得去南极 那里它冰浮县面有132个现在还没有爆发的火山 最后一个就是呢海底火山有没有什么好处或者什么坏处呀 所以呢所以呢海底火山的好处其实只有一个可是也是个很大的呃要是没有可能一些人们都可能不会生存呃就是海底火山爆发 人人人知道海底火山的岩枪都是用石头造出来的 然后那些石头其实就像冰和水那水就是啊 要是太冷了那它就会变成冰 它其实就像呢 要是它也太冷了 那它也会变又变回成石头 然后然后然后很多它们就能变成一个小岛了 可是最后你看爆爆发力多强 爆发爆发力更强 那岛就更大好像 坏处呃就是所有人的呃可能都会知道 而这些可能呃呃所有人呃呃不是所有人都想到 就是它可能会伤害呃旁边的动物 然后呢它其实也会伤害它里面的动物 然后呢我还没有讲这个 所以呢我现在就讲一下吧 呃呃海底火山里面其实住着很多动物 叫鲨鱼 魔鬼鱼等等 还有螃蟹 龙虾 都有 可是呢 他们在里面 他们也没有一个什么东西 告诉他们 哎 火车要爆发了 你们快走 他们没有那种东西 所以呢 他们可能会受伤或者死亡 还有呢 他可能也会破坏小岛 可是呢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他也会拒绕小岛 那就是今天的表演了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小主播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面我们请李维来 来说一个故事 亲爱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 今天我给大家说一个故事 阿里巴巴巴和四十大盗 很久以前 在波斯宫住着兄弟俩 哥哥叫卡西姆 非常有钱 弟弟叫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平 小 虫 却善良 有一天 阿里巴巴巴在森林里 遇到一 全城道 他们来到一堆巨大的山石前 阿里巴巴慌忙躲进树丛里 有人喊道 芝麻开门 山石上的门 就打开了 等 长道们走后 阿里巴巴走到那堆山石前 试着念叨 芝麻开门 洞门果然开了 人吃惊的事 山洞里藏着 沉堆的金银珠宝和钱币 他拿袋子装了很多 带回家 卡西姆 卡西姆知道后 赶着石匹 骆子 去森林 找到了山洞 并用 咒语打开了门 他光顾着 往袋子里 装金币 却忘记了 咒语 却忘记了咒语 藏刀们回来 杀死了卡西姆 阿里巴巴见哥哥一直没回来 回家 便出发到森林 去找他 一进山洞 他便看到了一次去的哥哥 他把哥哥的尸体运回了家 强盗 强盗们知道山洞的秘密被人发现了 他们派其中一人乔撞成旅客 进城的探 强盗找到阿里巴巴的家 在大门旁做了个记号 阿里巴巴家的女仆发现了这个记号 于是就在每一个家的大门旁 都做了相同的记号 强盗们没能找到阿里巴巴的家 强盗头子亲自进城 他找到阿里巴巴的家后 仔细观察了房子的模样 并记在了心里 随后强盗头子把39个强盗藏在坛子里 用驴托着半程有饭子 来到阿里巴巴的家 女仆发现了藏在坛子里的强盗 他用滚烫的油把他们全都烫死了 藏到头子为了给同伴报仇 又又假扮成商人 向方设法和阿里巴巴的侄子 叫上了朋友 一天阿里巴巴巴邀请这位商人 到他家做客 感谢他那么善待他之侄子 女仆扮认出了强盗头子 往仓后 女仆扮成捂着 给客人跳舞 在腦筑子里的强盗藏了一把匕首 女仆无字迷人 当他来到商人面前时 突然抽出匕首 杀了他 大家都惊呆了 于是女仆揭开了强盗头子的真面目 阿里巴巴很感激女仆 把他嫁给了自己的侄子 从此他们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 故事讲完了 我是小祖国陈伯伯 今年八岁 今天我为大家说两个绕口令 名字叫四个头和 长藤挂头铃 四个头 天上是日头 地下是石头 嘴里有石头 苹果有塞头 天上是日头 不是石头 地下是石头 不是耳头 嘴里是石头 不是石头 平中是石头 不是石头 接下来是 长藤藤挂头铃 墙上挂着根藏墙 墙上挂着个铜铃 风吹腾动 铜铃动 风停 腾停 铜铃停 我的rock令表演完了 感谢您收听 我是小主播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又轮到我自己的表演散文了 名字叫 荷塘月色 荷塘月色 朱字青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 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 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 在这满月的光里 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 月亮渐渐的升高了 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 已经听不见了 七在屋里拍着润耳 迷迷糊糊的哼着棉歌 我悄悄地披了大衫 带上门出去 沿着荷塘 是一条曲折的小梅蟹路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 白天也少人走 夜晚更加寂寞 河塘 河塘四面 长着许多树 稳稳郁的 路的一旁 是些杨柳 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 没有月光的晚上 这路上 阴森森的 有些怕人 今晚 却很好 虽然 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路上指我一个人 背着手夺着 这一片天地 好像是我的 我也像超出了 平常的自己 到了另一个世界里 我爱热闹 也爱冷静 爱群居 也爱独处 像今晚上 一个人 在这苍茫的月下 什么都可以想 什么都可以不想 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白天里 一定要做的事 一定要说的话 现在都可不理 这是独处的妙处 我且受用 这无边的河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河塘上面 迷忘的是甜甜的叶子 叶子出水很高 像婷婷的舞女的群 层层的叶子中间 零星的点缀着些白花 有鸟挪的开着的 有羞涩的打着朵儿的 正如一粒粒的明珠 又如碧天里的星星 又如刚出狱的美人 微风过处 送来屡屡清香 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 像闪电般 下时传过河塘的那边去了 叶子本是肩并肩蜜蜜地挨着 这便宛然有了一道牛臂的波痕 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 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 而叶子却更见风质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 静静地卸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 勃勃地青雾浮起在荷塘里 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 又像拢着青纱的梦 虽然是满月 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 所以不能朗照 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 寒眠固不可少 小睡也别有风味的 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 高处丛生的灌木 落下参丝的斑驳的黑影 翘乐乐乐如鬼一般 弯弯地扬柳的稀疏的倩影 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唐中的月色并不均匀 在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 如梵阿灵上奏阵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 高高低低都是树 而杨柳最多 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 只在小鹿一旁露着几段空隙 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 树色一粒是阴阴的 乍看像一团烟雾 但阳流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变得出 树梢上隐隐约约的是一带远山 只有些大翼罢了 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鹿灯光 霉精打采的 是可睡人的眼 这时候最热闹的 要数树上的蝉参 与水里的蛙参 但热闹是他们的 我什么也没有 忽然想起彩莲的事情来了 彩莲是江南的旧俗 似乎很早就有 而六朝时为圣 从诗歌里可以悦悦知道 彩莲的是少年的女子 她们是荡着小船 唱着燕歌去的 彩莲人不用说很多 还有看彩莲的人 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 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梁元帝彩莲父里说的好 于是妖童圆女 荡舟兴许 一手徐回 兼船与杯 照江仪而走卦 船御凳而平开 而其仙妖束束 千言固步 夏时春雨 夜嫩花出 孔瞻上而浅笑 为清传而脸居 可见当时细游的光景了 这真是有趣的事 可惜我们现在早已无福消瘦了 于是又记起西周曲里的句子 彩莲南唐秋 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 莲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彩莲人 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 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 是不行的 这令我到底垫着江南了 这样想 闷着一抬头 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 轻轻的推门进去 什么声息也没有 七已睡熟好久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 北京清华圆 谢谢收听我们的 系列图中文的 电台的小主播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 我们中级班的学员 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节目 那么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下一次了 小朋友我们一起说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再见